很多朋友说 韩陆你走过了 祖国这么多大山大河 去拍游记 你能不能系统的跟我们讲讲 这些咱们中国知名的大山大河 那没问题 咱们今天呢 先来第一集 也就是讲一下中国的 这些比较知名的山脉 包括讲一下基于这些山脉 它左边右边的一些地形地势 包括一些小故事 好 讲中国的这些山市山脉呢 先得说一下 我们国家呢 分为了三集 整个的 这个青藏高原属于第一阶梯 这个在全世界范围里面 也属于是最高的一个地势了 紧接着这个区域里面 大家现在看地图啊 就是偏黄色的这个区域 属于是中国的第二阶梯 那这个阶梯里面 也是在世界里面 属于海拔并不低的了 紧接着绿色的这个区域里面 属于是中国的第三阶梯 那我们呢 接下来就先从第三阶梯 首都的这个位置 先讲一下祖国知名的一些山啊 大家现在看 这个位置呢 是北京 其实老不主动 当初选地方是有自己的能力的 在北京的北面的这个位置 都是山 而这边呢 离海又不远 相对来说属于一个比较稳定的地势 而这些山可以对北京产生一个庇护的作用 北京附近有最核心的两个山 在北京的正北的这个区域里面是阉山 我们拍了很多的跑山的节目 包括北京的怀柔啊 北京的延庆啊 包括北京的平谷都属于是阉山山脉 在北京的西边呢 南北的状态的这个区域里面是太行山脉 并且整个的太行山脉还是非常长的 这块就直接在北京的西北角形成了第三阶梯跟第二阶梯的一个划分 紧接着我们把视线往东北的这个区域里面来看啊 还是继续看这个平面的第三阶梯 现在大家能看画面里面整个的东北平原 这块是非常平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些什么黑土地啊 适合种粮食啊 都是指的整个的在东北平原的这里面 而在这里面呢 其实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山脉 第一个就是能看到 把东北这边的第三阶梯跟第二阶梯划分开的 是从北到南的大西安岭 整个的大西安岭 从墨河往南的这个区里面开始 一直往南沿 沿到了北京北边的阶山 这块都属于是大西安岭 它既然是一个平原 它一定是有山把它架在一起的 大家现在往东边来看 这个区域里面 跟大西安岭形成一个夹角的是小西安岭 而小西安岭下面的 变成了这个角度的 是大家比较熟知的长白山脉 所以大西安岭 小西安岭跟长白山脉中间 架着的就是我们国家的东北平原 而长白山脉里面最有名的是天池 好 我们现在整个视线再往下看 在第三级的这个绿的里面 就是整个的华北平原 在华北平原里面只有中间的 山东的这个区域里面 是冒起了一点点的高度 这个就是山东丘陵 在这里面最有名的 就是你们经常要去爬的泰山 在这个区域里面 然后这个区域里面 就属于我们国家的东南丘陵 因为整体来说 山形山势跟第二阶梯 跟第一阶梯比起来并没有那么高 属于是高高低低的 所以叫做东南丘陵 在东南丘陵里面 有几个比较有名的 比如说这个区域里面 是大别山脉 在整个的东南丘陵里面 还属于是一个 成山脉体系的这个区域里面 同时我们经常说 游三峡什么乌山 那在哪呢 在这个区域里面 这是南北纵向的乌山 同时在它的乌山南边的 这个区域里面 相对来说有一点海拔的 是雪峰山 在东南这个区域里面 还有比较有名的 是整个的这个区域里面的五一山 所以东南丘陵 属于是高高低低的 形成长条状的山脉 并不是非常的明显 基本上都是以单个的山头 来形成的山形山势 我们再往东南看 还有两个比较有名的山 第一个是海南岛 中间的是五指山 占了海南岛 非常大的一块面积 所以经常你说落海口 我们要开车去三亚的话 你要走中间 是要穿过整个的五指山的 景色还是非常好 我们的台湾省70%的面积 都是被南北纵向的山脉所占据了 所以说它就统称为台湾山脉 我们刚才把相对来说比较平的 只有一些丘陵的第三阶梯场了 然后现在开始看第二阶梯 第二阶梯里面还是刚才的 整个大星岸岭 往南沿 沿到了燕山 燕山再往西边 是太行山 一直在往南沿的这个区域里面 然后包括在北京的西北的这个角度里面 大家先来看这个区域里面 是非常有名的阴山 整个的阴山把北侧的游牧文化 包括南侧的农耕文化给直接分开了 并且阴山因为它整个的山形山势 是阻挡了西北这边的比较恶劣的冷空气 在阴山的北侧 想中东西是很难成活的 另外大家先来看 因为阴山是海大比较高的 我们的黄河到了整个的阴山的这个位置 形成了这个几字形的大轨弯 这个大轨弯的这里面就形成了核桃平原 而核桃平原因为没有了北侧的冷空气 所以相对来说属于是风美水美的一块平地 这也是为什么历朝历代 阴山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 这些北部的游牧民族 是想通过整个阴山的各个山谷里面 打到南侧的核桃平原里面 来更多的修养生息 及获得物资的 好在阴山的下面的这个是贺兰山 我们前几天刚跟行李达老师 去贺兰山里面探了恐龙足迹 在贺兰山的下面的这个区域里面是六盘山 而六盘山跟整个的太行山的这个区域里面 是黄土高原 所以这块其实第二阶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境 就等于是这几个山 形成了一个H的样子 把整个的西北部 它的第三阶梯跟第二阶梯完全的划算开了 把北侧的游牧跟南侧的冬庚文化 直接划算开了 而再往下看的话 你能在这里面看到西安 咸阳 这个关中盆地真的是非常矮 并且在这里面真的是乌丰的 你看这个地图就能明白了 在整个的西安北侧是黄土高原 而南侧直接的这块 就是我们国家非常有名的秦岭 秦岭把北侧的冷空气 把北侧的一些恶劣空气 挡在了秦岭的北侧 所以说整个的西安这里面 就分为了北侧的文化 包括南侧 而秦岭南侧的文化 是更靠近成都跟重庆这边的文化的 所以秦岭是我们国家 非常重要的南北分界线 那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呢 是早年间的时候 在整个南北分界线的北侧 是可以标准布置暖气的 而一般南侧的话 早年间是没有暖气的 所以你看在很多的 刚刚是在南北交界线的 这个区域里面的 好多的省份 其实到冬天是非常非常冷的 因为原来的话 是没有国家统计去装暖气的 在这个区域里面 然后紧接着我们事先再往南看 在第二集里面有一个 很著名的盆地 就是四川盆地 这个四川盆地你看 这我的天哪 为什么四川这这么热呀 因为真的是不透风 它的西边是整个的青藏高原 而它的北侧的这个位置是大巴山 大巴山再往北是秦岭 同时四川的西边 这个区域里面是横断山 所以四川盆地在这里面是完全无风的 这就是为什么 在整个四川盆地里面 不管是重庆啊 还是南冲 还是成都 都会非常的热 因为你甭管是东侧的风 小王李洗 洗不进来 那西北侧的冷空气 也洗不到这个位置 这夏天 这真是中国最热的一个地区 整个四川盆地 再往下看 是我们的云贵高原 云贵岗原的西边 是横断山脉 在这个里面 大家现在其实看 它的海拔 在中国的境内里面 已经是非常高的了 是仅次于青藏高原 也属于是中国的第二阶体里面 比较高的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云南旅游的时候 比如说 甭管是在昆明 还是在大理 还是在尔海的这些区域里面 它都会比很多的 东部第三级的城市 要凉快很多 因为你看海拔就知道了 海拔没长一千米 温度大概会下降六度 那基本上这儿的海拔 就得是一两千米左右 那整个的温度 相对于东部的平原 会下降10到12度左右 我们现在第二阶梯 已经看完了这个区域里面 我们把视线 再往第二阶梯的 西北的角度看 所以我们经常去自驾游的 新疆之类的 都属于是第二阶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位置 首先能看到 最大的凹陷 是塔格拉玛干沙漠 那这块就属于是塔利姆盆地 塔利姆盆地 你看这个位置 我的天哪 它为什么那么高温高热 因为它南边夹着整个的青藏高原 而北边是夹着天山的 我们比较熟悉的 经常落新疆的乌鲁木齐 是在天山的正北的这个区域里面 而现在的整个的这个区域 全都属于是天山 天山从我们国家境内 一直往西沿到吉尔吉斯斯坦 我们落乌鲁木齐之后 往南去奔南疆开车的话 直接就得上海 因为乌鲁木齐往南就直接开始要翻越天山了 经常说新疆是三山加两盆 这是天山 而往南是昆仑山 而北边的这个位置是阿尔泰山脉 阿尔泰山脉在我们国家的境内并不长 直接沿到了蒙古 这个境内的阿尔泰山脉 比我们国家要长了很多 所以说在乌鲁木齐的北边 在阿尔泰山的南边 这是准格尔盆地 这里面我们之前也去过 什么古尔班 通古特 沙漠 然后之前寒露在打捡石头 包括你们比较喜欢的阿勒泰 喀纳斯 都在整个的这个区域里面 所以说新疆的这个环境 还正经属于是挺有意思的 有比较低的沙漠 然后并且有比较高的天山 然后这边又有产各种各样的 宝石 狗头巾的准格尔盆地 并且最有意思的是 它当到了北边阿勒泰山脉的时候的景色 一下就变成了中国境内很少见的 这种的小欧洲的小瑞士的这种的风格 所以整个新疆的景色变化是非常多的 在这个位置 区分第二阶梯跟第一阶梯的 整个的这块是昆仑山脉 也是我们国家很有名的 包括所谓的龙脉 包括各种各样的玄幻故事 都是从昆仑山脉起 所以大家需要注意的 其实昆仑山脉往东沿沿沿沿沿沿 这是沿到秦岭的 就是我们国家所谓的龙脉 就是这个区域里面 在昆仑山脉的北侧 这儿是柴达木盆地 柴达木盆地 其实它的绝对的海拔 也比整个的第三级要高 因为你看这都是黄色的 而第三级的海拔 它是绿色的 柴达木盆地被北侧的二斤山脉 包括东侧的麒莲山脉 所加在一起 你们熟知的青海湖 就是在麒莲山脉的 东南的这个位置里面 好 紧接着进入到寒露 拍邮寄次数最多的第一阶梯 青藏高原 也是全世界的旅行者 最想来的一个地方 也是中国各种各样的 旅游的朋友 最想去的一个地方 但是因为海拔确实太高了 所以是很难抵达的 你看整个这个颜色 我的天哪 这边是绿的 然后黄的 这已经是变成蓝的了 并且在全世界的地形图里面 就唯独中国的这个区域里面 高高的隆起 一大块的高度 这块的平均海拔 在3500米以上 整个的青藏高原 在这里面有非常多的知名的山脉 在昆仑山脉的西侧的这个位置 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叫喀拉昆仑 所以说大家一定记着 喀拉昆仑不是昆仑山 它俩是两个山脉 喀拉昆仑山脉是接近于南北的 而昆仑山脉 它是东西走向偏东南的这个位置 它俩是形成一个夹角的 同时喀拉昆仑山脉往南沿 从这块的位置开始 就进入到了世界最高的喜马拉雅山脉 这个区域里面 包括珠穆朗玛峰在这个区域里面 这都是世界登山者需要去朝圣的一个区域里面 但是因为整个的这个里面海拔太高了 所以有一些地方你看它并不明显 在整个的喜马拉雅山脉的 北侧的平行这个区域里面 这个是钢底斯山脉 最有名的是钢仁波奇 全世界公认的神山之首 钢仁波奇 钢仁波奇到现在也没人爬过 那个整个的角度超过45度的角度 并且当年希特勒想扭转二战局势 派人来钢仁波奇 说找时空之门 这是个证实而不是野识 你说这个地方是有点故事 另外在整个的青藏高原的这个位置 中间的这个位置 看着并不明显 是唐古拉山 那唐古拉山脉 它其实相对来说 就是唐古拉的主峰最高6205米 因为整个的地势都太高了 所以整个唐古拉山也并不显 这个位置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横断山 也是区分第二阶梯跟第一阶梯的一个核心的区域里面 然后在这里面就有很多的故事 比如说我们经常能找到灵芝 这是有机场的 同时雅鲁藏谷江大轨弯 海拔一下从五六千米直接到了几百米 那这块就是之前我们刚去完的墨托 就是沿着灵芝往这边走 你看这就直接奔涌而下 从蓝色的直接就变成了最里面的绿色 那墨托就在这个区域里面 而墨托也属于我们国家藏东南区 这里面有很多的珍稀植物跟植被 包括动物 那就有经常的组织在藏东南的这个区域里面 做各种各样的科考 而我们国家喜马拉雅山脉南侧的这个区域里面 巴基斯坦 印度 尼泊尔 布丹 这都是直接跟我们通过喜马拉雅山脉去接壤 这个就是韩陆给你比较仔细的去讲了 我们国家的第一阶梯 第二阶梯跟第三阶梯 那大家一定得点赞收藏 给你家的小朋友去看完这个知识的讲解 接下来下期节目 我带大家去讲我们国家的这些核心的大沙漠